NBA的新赛季开打,还有几个月的世界,各队现在还在积极地进行人员的签约和调整,勇士,胡人,火箭都有不同程度的大动作,勇士白产家拿下了联盟第一中锋考心思, 胡人引进了联盟第一人詹姆斯,而火箭的高新事约的保罗和卡佩拉,还将在最近敲定安东尼的加盟,可以说,西部的争夺非常胶着,而东部的凯尔特人,刚完成了对后卫斯马特的签约,而目前最让他们头疼的是球队和新后卫欧恩的合同,欧恩已经明确表示将会在下赛季结束之后,成为自由球员是水自由市场, 他的去向也引发多方面的关注,上赛季休赛季欧恩向外界表达了他不愿意再和勒布朗詹姆斯一起打球的想法,要求球队将他交易, 十年,二十五岁的欧恩随后被骑士总经理奥特曼交易到了博士顿凯尔特人,换来了小托马斯和克劳德,本赛季欧恩的年薪将达到两千万美金, 博士顿凯尔特人如果对他提前许约,按照NBA的劳资协议,他将最多可以签四年1.08亿美金的顶薪合同,而如果他成为自由球员的话,将有可能签下五年1.88亿美金的合同, 他的情况和今年森林狼队的吉尼巴特很相似,后者也是在今年夏天拒绝了森林狼队,四年1.2亿美金的提前许约预议请求,将决定在下赛季结束后市水自由市场, 凯尔特人方面自然是想留下欧恩,毕竟证明联盟数一数二的单打巨星,下赛季才年满,26岁还愿意达到一个篮球运动员的巅峰, 一旦失去欧恩凯尔特人,将面临比较尴尬的局面,虽然后场目前圆满为患,但是罗奇尔这样的季后赛表现出色的球员以明确表示, 未来将不一定留在凯尔特人,如果欧恩也离开,后场单只有司马特一人可以使用,虽然绿军在三号位囤积了不少天赋,但是没有创造力的后场,球队的话选反应很难, 但似乎欧恩希望得到更多心惊而没有主动许约,转而选择回到自由市场试水,目前除了绿军之外, 大市场球队纽约尼克斯基布鲁克林篮王,将很有可能引进这名球员,要知道欧恩的父亲就是在纽约工作,重返纽约或许对于欧恩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上赛季欧恩在绿军场军能得到24.4分5.1个助攻的数据,但是欧恩质疑赛季后在开始前进行膝盖微创手术, 过低的估计了球队的战斗力,没想到球队在一群剔赌和年轻人的带领下杀入东西职赛并和提示对战斗高低气场, 这让欧恩很尴尬,也让不少媒体认为欧恩对于凯尔特人并不是最重要的人物, 下赛季海卧的也将付出,欧恩在绿军的作词是否会遭到传说中的影响, 目前不得而知,但他选择不提前逝约可能既有金钱方面原因, 也有一些与球队关系,兼得不确定因素在作祟。 此外,有美国媒体表示,一向爱折腾的纽约尼克斯队今年夏天没有什么动作, 很有可能和欧恩达成了某种默契静待校赛季欧恩成为自由球员, 纽约队一不差钱著称,9596赛季休赛期, 纽约就曾为乔达开出了年薪3300万美金的天价合同, 将公牛队不得不得到联盟的特许彩匹配合同留住乔达。 纽约就会有点平潇的水平均。